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的 首先祝各位中秋節愉快 那今天前面就来点轻松一点的吧 魔境物语 开发商是中国的胡敏网络 由上海一国网络发行 母公司为油民网络 是间专门借鉴各家精髓的公司 入服于去年9月10号上架 国际服则是去年10月31 当时也找来张韶涵演唱主题曲 来拉台人气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他的YT频道上看 而Google商店目前的营运商是挂eSkyFund 为中国的天有网络 而他旗下的游戏有多好玩 相信我不用多说了 通常该公司代理的游戏 在台湾都是跟义亨数位合作 这次当然也不意外了 虽然官网没放logo 但从联系我们打开来就能看到了 然后这个联系 上次不是说要改了吗 游戏为放自家卡牌养层 美术走暗黑童话风格 也是有别于市场常见的类型 某方面来说 之前的诸神纪元也算是丑到有辨识度了 角色都是借鉴市场各种童话作品作为范本所开发 并绘风格还算不错 整体顺眼也没有太过于粗糙 几个角色的时装也还挺好看的 但回归玩法上就比较现实了 以过往玩过的几款放置类 在游戏性的层面上表现都不会太好 也没有比较吸引人的主进行架构 本职能是在绝美术 让轻度玩家方便好上手 策略性占比较低 稍微玩过有意思一点的就是之前介绍过的召唤与合成2 但台湾上架的几率应该是不高 角色的培养方面 升级 星级 装备 好感度 图鉴 羁绊等 包含战斗玩法也是 上阵后就是放着对干就好 我相信这类游戏 各位观众应该没有少看过 或者也碰过类似几款游戏吧 就不过多解说了 而比较可提的就是 这类游戏的福利方面通常还行 作为轻松收菜或收集图鉴的话 可以稍微玩玩 但并不建议过度生根 毕竟这无止境的课金深渊 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越课越多 而其这款游戏的风格与美术 很常被拿来跟另一款 由中国新浪旗下所开发 于2020年内测的 才不是童话做比较 当时才不是童话的官方 也有跳出来发表维权声明 认为那款魔镜的部分角色 有抄袭的嫌疑 也有网友发出比较图 但就跟之前介绍过的 来一股的玉妖式一样 当玩家认为有争议的话 默默改掉就好 毕竟我现在有版权在营运中 无论你有没有理 都是吃亏 如今魔镜在中国及海外 已经转烂并且迈入一周年 而才不知童话 至今因返号问题还没有上架 目前只有在国际服营运 不过这两者就美术跟世界观而言 其实也有另外一款前辈 于2017年上架 由中国巨人网络旗下 第一搭的工作室所开发的 《月圆之夜》 是一款结合DVG 以及ROGOLITE元素的 策略单机卡牌游戏 前阵子还更新了DLC 对玩法感兴趣的 可以再去下载试试看 虽然《月圆之夜》本身也是借鉴另一款 由Peter Vallon独立开发的作品 Dream Quest 而该作者后来就被暴雪挖去 开发了《鲁石战记》 不过当时被网友抓出来鞭尸的时候 官方也没有打算闪避 至少愿意跳出来面对现实 并且跟原作者达成了共识 这点已经比某些抄袭 又说话大声的厂商好多了 如果你喜欢带点策略 又不想被无限课金搞死的话 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这款 结论 你我皆凡人 身在人世间 道义放两方 立志摆中间 最后来聊一段废话吧 没有要讲游戏相关了 不想看废话叨叨的 可以关掉该影片了 根据小弟我频道的后台数据 大部分的年龄层都是落在成年跟中年区间 相信都具有一定的自我判断能力 看完各种游戏评测后 要不要下载 好不好玩 要不要课金 最终的决定权都在各位观众置身 并不是在我或者他人 如果觉得游戏介绍的不好 欢迎距离指正 如果觉得风格不对你口味 建议左转离开 如果就是想拴两句 YT的海很大 真的不用花心思在这边靠北靠岸 小弟我并不是什么大频道 你的各种神留言也无法获得关注 给你带来任何的成就感 我是建议你去别的大频道下面 发表扩论会比较实际一点 如果是那些有意思或者独到的观点 小弟我都非常欢迎讨论 而通常逻辑奇妙或者单纯来吵架的留言 我都是选择直接不理或者封锁就算了 毕竟很多都是偶尔路过拉完就走的精神酸民 他们本来就没有要认真跟你讨论 认真就输了 那我这次就来当个loser 闲聊回应一下吧 这是前几天观众的留言 当事人已备有保护 各位不用去找了 著名的科学籍作家Paul Grant 曾提过各种讨论对话 可以分为七大类三大区间的 反驳金字塔或者嘴炮金字塔 一到三类为无意义对话 四到五类为正常对话 六到七类为有效对话 按照这个留言的发言逻辑 可以归类在中层的对立 综合所提出的观点可归当为两点 第一点批评者无法提供对应产品 第二点厂商付出成本花钱制造 因此不该有所批评 并且背后想表达一个概念 我在抵制课金消费这件事情 不过当时看到这个留言 很明显就知道他不是老观众 也没有get我想传达的意思 属于连续剧只追了一集 就可以开始脑补全剧情的人 如果单纯要无脑护杠 我只要原封不动照样照剧的杠回去就好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不好 你何时也去做免费的内容给观众看 影片制作不用花时间成本吗 如果你觉得黑心食品不好又伤身 你何时也去做良心或者免费的食品来贩售或施舍 厂商制作不用无料能力成本吗 如果你觉得新一代的iPhone不好又贵 你何时也去制作更好的手机给消费者 厂商制作手机不用材料成本吗 只要但凡这些厂商花了任何一点成本制作它的产品 消费者都不该有任何批评 只叫的声音全都该卸阻荣恩 如果再延伸超义的话 政府也不该骂 因为他们都是付出心力 服务于人民 人民都应该盲目支持 捧在手心 全世界的评测 客服管道 评论网站 打翻机制人 都应该猜测 任何商品 售后 跟反馈机制都不该存在 消费者又怎么样 有问题又怎么样 XX低头闭嘴用就对了 或者直接放大绝 不爽你来做 这样如何 我还可以延伸更多例子 诸如柬埔寨 就能当个酸民 但这样的讨论有任何意义吗 如果你觉得这就是款好游戏 那你应该做的是用力玩跟推广 并且反馈意见给营运单位 让游戏环境变得更好 用更多有力的论点来反驳 不是无意义的批评 或者让你的眼中的反对势力消失 如果是平常有在关注其他非台湾 包含中国外国等游戏论团的话 不留情面的毒蛇跟言论 真的是多得去了 我这里根本只是小case 所以还是要再重提一次 如果我只是想无脑吹捧一款游戏 根本不需要花时间边玩边查证背后资料 不管什么垃圾往嘴里塞 夸两句就完事了 什么东方元宇宙 这样省时又省力 甚至还能接商案来赚一波 而且我喷的游戏 很大多数都是早已上架在其他地方割完一轮韭菜 现在上架再来割一波台湾人 论开发成本早就回来了 再退一万步来说 这些游戏厂商 各个都是善于割韭菜的专业农夫 如何赚得盆满博满 提高获利 他们了蓝鱼胸比谁都懂 厂商大把大把的数钞票 有人却被当免费的枪使 我去指责喂食垃圾游戏给玩家的厂商 反倒有时间来踩一下发生量极小的频道 难怪YT上各种满满的正能量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1 2 2 3 2 2 1 2 3 6 4